9月8日辽宁队最新消息 新外援抵达沈阳新赛季最大的对手出现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聊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那么说到呢 9月6日辽宁南来迎来了重大的消息 新外援沙约克已经抵达中国 即将奔赴沈阳与球队会合 这位实力不俗的封线球员呢 上个赛季就有着不错的一个数据 接近20加5加5的一个出色数据 他的加盟呢 无疑也为辽宁南来的封线实力 带来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沙约克的到来呢 让辽宁南来在新赛季的封线组合备受期待 他将与张振林携手组成强大的778组合 在整个CBA联赛当中呀 这样的封线组合看称是顶级的 沙约克新赛季将身批8号球衣 此前呢 他在山东南篮穿过3号球衣 在国家队呢 则身穿是11号球衣 但是由于辽宁南篮这三个号码 已经有球员在使用了 经过考虑呢 沙约克选择了无人使用的这个8号球衣 上个赛季呢 在山东高速 沙约克呢 表现出色 投篮命中率达到了47.8% 三分球命中率呢 更是高达41.1% 打球命中率呢 也有81.2% 他不喜欢就是持球 更倾向于无球跑动和接球后直接出手 这种打法呢 也将为辽宁南篮的战术体系带来了更多的变化 随着沙约克的加盟 也有理由预测 新的赛季呢 辽宁南篮可能会在战术上选择提速降高 降低场上阵容平均升高 然后提升攻防转换的速度的 然而呢 新赛季辽宁南篮也面临着强大的对手 那就是北京首帮南篮在休赛期 动作也是频繁 成为了CBA联盟投入巨大的一个俱乐部 他们官宣买断前宁波南篮外援奥莫特的优先续约权 奥莫特上个赛季呢 常规赛场上均得分呢 有25.1分 5.9个篮板 包括1.7个助攻 如今呢 加盟北京首钢 将携手周琦 陈盈俊 包括范子明等人呢 向辽宁南篮发起冲击 这个休赛期呢 北京首钢也先后交易得到了周琦和陈盈俊 两位顶级球星 还买断了原福建南篮小将 外援这个游金杰曼 此番再度紧进这个封线外援奥莫特 补充了阵容的最后一个短板 那新赛季呢 北京首钢完全也可以派出周琦 范子明加奥莫特加陈盈俊 加杰曼的一个超豪华的一个阵容 替补席上呢 还有宅小川等人 那球队呢 一跃成为了这个总冠军的一个有力竞争者 与实力雄厚的辽宁南篮相比呢 北京首钢三条线的实力也毫不逊色 而且呢 北京首钢进入当中还有被誉为是辽宁客星的这个周琦 上个赛季面对周琦的时候 辽宁南篮头号封线球员张震宁也是打得十分艰难 那新赛季呢 突破周琦这一个点也将成为张震宁需要面对的一个难题了 在辽宁南篮当中呢 富豪也是一个关键人物 休赛期呢 辽宁南篮用一份两年地雷顶薪与富豪续约 那确立了张震宁和赵季伟的本土双核心体系 但实际上呢 富豪对比赛走势的影响力啊 可能远超张震宁和赵季伟 过去一个赛季呢 富豪的表现也直接影响着辽宁南篮的比赛结果 数据也显示呢 当富豪单场得分超过18分的时候 辽宁南篮取得了13胜0负的一个精英战绩 包括常规赛9胜0负和季后赛4胜0负 这也凸显出了富豪在球队当中的这个重要性 辽宁管理层呢 也深知富豪的重要性 所以呢 在休赛期啊 果断给富豪提供了顶薪合约 不过呢 富豪呢 也有明显的短板的 那就是防守不足 这也是过去两个赛季 杨明呢 把富豪放在替补鞋上的一个原因 那用莫兰德的出色防守 来弥补富豪的不足 上个赛季 富豪的场均盖帽只有0.3次 职业生涯最高呢 也不过0.4次 对于一名四号位内线球员来说呢 这样的数据啊 确实不够理想的 那新赛季呢 辽宁南来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新外援沙约克的加盟 也为球队带来了新的活力和战术变化 但同时呢 强大的对手北京首钢 也是虎视眈眈 而富豪的发挥呢 也将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辽宁南来的上限 辽宁南来呢 也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可不困难 在新的赛季取得一个好成绩 对于辽宁南来来说呀 新赛季的征程 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 沙约克能否迅速融入到球队 与张震林等球员呢 产生一个良好的化学反应 面对北京首钢的强大阵容 辽宁南来又将如何应对 富豪能否在继续保持这个进攻火力的同时 提升自己的这个防守能力 这些问题也都需要在新的赛季呢 一一解决的 好了 今天这个话题呢 就聊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也可以留言分享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